大家好 今天做這個鮑魚鹹雞和大家分享 這隻鹹雞是和我之前做客家鹹雞的處理方法一樣 大家看回我之前那條客家鹹雞的影片就看到怎麼醃 昨晚醃到現在 醃了一天又多了 不是昨晚 是昨天 醃一天又多了 待會開始煮之前就大概半小時左右 拿出來清洗多餘的鹽 淋均水 然後照蒸 蒸完之後就配一罐罐頭鮑魚 切片 把鮑魚汁放上去就完成 其實是很取巧的 人們就覺得為了拍片而做 其實不是的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有時候你煮過的菜 加不同的配搭 就變成一個新的食白和口感 亦是一個不同的配搭出來的 你可以在不同的時子裡吃 就像今天我為什麼這樣配搭呢 因為今天是吃全年白 所以就變成如果只吃的雞就很少滑 加一個罐頭鮑魚汁就好一點 好 待會再煮一下吃 再跟大家繼續 好了 現在開始來 預備蒸那隻鹹雞了 那隻雞剛才 之前我就拿出來 沖洗了一些多餘的鹽 也把雞皮炸出來 也把雞皮炸出來 跟上次一樣 在雞皮外面呢 就塗薄薄的油 蘆的油 讓牛莓炸出來 不然 撲到 最新鮮的油 可以把雞皮炸出來 就像沒積成精度 可以把雞皮炸出來 所以要說幾碎 就像木雞 那麼多會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我們早點這個 而且下次選擇的時候要記得 好像這些皮爆了這些 就最好不要選擇了 因為這次我就自己看不到 因為很容易的 一會兒知道它會爆開皮的 OK 那我稍後就放進蒸籠裡 雞塗完油之後 蒸籠的水就滾了 接著放進去蒸 轉一個中火 一樣蒸25至30分鐘 蒸完之後 關火之後 然後就 焗十分鐘 焗十分鐘之後才會拿出來 這樣就會熟透透 就不會 斬雞的時候就不會見到骨頭見紅 稍後斬熱的雞之後 再跟大家繼續 旁邊蒸一隻雞 蒸了一半的時間 這時間就做了 灌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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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都說過 冷水下 然後再開火 我現在還用中大火 煮滾了水 15分鐘 15分鐘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切片 然後鋪上雞塗 煮完之後 煮完之後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 這隻雞蒸完了 也焗了十分鐘 現在拿出來 攤一攤一攤 攤十幾兩分鐘 才斬 剛剛的灌口鮑魚 也做好了 現在就放在一邊 等一下斬完雞 才切鮑魚 那斬雞 我就不做了 因為沒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斬雞 其實是很隨意的 只不過是切鮑魚之後 淋了汁上去的時候 再和大家說幾句 等一下再繼續 好了 這個鮑魚鹹雞 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分享了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 就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就選擇全部 這些做法 其實是一些 技術來的 因為最主要是吃的 鹹雞 然後加些鮑魚在上面 就更豪 又可以帶出新鮮感 給食客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